根本上建立信息 佛师四道 孝道是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才明了孝道 没有老师的教诲 我们怎么懂得孝 不可能的 学生如何懂得 准时懂得父母教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们在六道里的人生 要想继续从事于 红发一层的工作 你第一个元 第一个善知识是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要能够真正教导你尊死中道 你父母会给你选择好老师 你懂得尊死中道 好老师一定教你孝养父母 于是你的学问德行的根 炸下去了 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大德的可能 但是今天的社会很麻烦 父母没有教你尊死中道 学校老师也不提孝顺父母 你说这怎么得了 所以今天挽救世界的借运 除了我们要依靠宗教传教师之外 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宗教教育不能够恢复 世间灾难必然会陷进 这次的讲 揭发信心 这信心两个字里面 深光无际 最根本的就是孝道跟四道 这两个是最根本 这两个是真正的善根 真实善根 无他 无臣 无痴 是从这两个根本里面 发生出来的 为什么 我们如果还有贪嗔痴 还有是非人物 就是不孝 就是不敬 孝顺尊死的人 决定是淡化了 是非人物 放下贪嗔痴慢 所有一切善法 都从这儿生了 这叫善根 就因缅满的信心 是对诸佛如来的教诲 诸佛如来 他们真正把宇宙人生的根源 得到 世出世间一切法 真实的明了 他怎么会明了 他的方法 总原则上 就是这样的成定 甚深成定 把空间的围次突破 所以 四十真相 才看到 看到是一个根 一个本里面 发生出来 这个根本 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灭 他看到这个了 尽虚空变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新鲜事变 对于佛的教诲 身心不宜 采取 佛教导 我们修学的 连则 产地 盘腿面鼻 是修禅定的 一种方法 佛家讲 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八万四千法门 里头一门 我们采取的哪一门呢 我们采取的是 念佛法门 用支持名号的方法 达到甚深禅定 我们要突破 时空的维持 佛给我们讲这个话 我们要亲自去证明 是不是 心心事变 要等着自己去证明 你证得了 你才叫正道 叫成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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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祈祷 祭祷 祭祷 祈祷 祭祷 祈祷 祈祷